今天散事一天空档 风向比较偏东风 在高雄还出现31度的高温 明天开始要变天 我们带大家看到四张定量降雨分布图 明天主要是受到新的一波冷空气影响 届时呢 东北季风一吹 再导致呢 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东南部其实都特别有感 容易出现局部短阵阵雨的状况 礼拜四 礼拜五这两天 也是呢 水气最多的时候 出门记得带雨伞了 因为届时全台湾天气都会变得不稳定 东北季风加上华南云雨区东移 所以导致呢 整个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都是有雨的天气 周四 周五这两天水气最多 甚至清晨的时候低温 中部以北下滩14到16度 感受会比较湿冷 到周休假期的时候 天气才会逐渐恢复稳定 明天的天气我们来看看吧 明天北台湾要变天了 降雨几率更是高达80% 中台湾云量稍稍偏多 高温25到27度 南台湾的高平 接近中午还是有机会飙到30度以上 东台湾同样水气偏多 宜兰降雨几率70% 外岛这边 马祖降雨几率也是高达70% 明天呢 东北季风一吹 导致呢 北台湾感受很湿冷 出门带拔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